从2018年年初开始,国内选秀类的综艺节目慢慢多了起来,偶像练习生以及创造101,都是备受瞩目的选秀节目,而近日的下一阵传奇,同样也是一道利益相似的综艺。 不过和其他节目相比这档节目的几位导师分明更加带感,也更抢戏,使得这档节目的选手还未活起来。 几位导师先开始了互动,作为评委的周比畅以及吴亦凡,可以说是娱乐圈中人气比较高的了。 周比畅对于吴亦凡来说,无论说出道时间以及人气都是她的前辈,因此两人在台上的互动就显得更像是姐弟,互相调卡和互对,也是非常有趣了。 比如第一期节目中,吴亦凡对周比畅的试探性眼神就充满了趣味,虽然在影视剧中吴亦凡是一个酷帅类型的男记人,而且作为评委的他也是有话语权的。 但是到了周比畅面前,竟然有点胆怯的样子是什么情况? 第一次试探之后,第二次试探时还是有点小心,意义,非常想知道吴亦凡的心路历程,那把二三三三,接着还会对周比畅撒娇,吴亦凡撒娇的样子相信大家在电视上很少见到吧? 最主要的是周比畅出到以来,都是假小子一样的性格,如今忽然变得酷酷的大姐姐的样子,真的有点可爱,这种小小的互动不仅为节目增添了趣味,而且也给观众讨论的话题以及热度。 网友讨论说,比比好预警哦,现在,所以翻翻在扫娇,哈哈哈哈哈哈,吴亦凡真帅啊,求求他别瞎搞乱七八糟的发型了,老老实实,路厄头就很完美。 他俩真是反差萌啊,没有任何拉推皮的意思,就是可爱的人很严格,苦苦的人在扫娇,画面反而非常和谐有爱。 比比好预,眼神好杀,吴亦凡眼紧圆圆的滚来滚去好可爱,周比畅一副看小孩感觉好好玩的表情。 事实上,这张节目中除了吴亦凡和周比畅之外,还有陈伟霆和陈伟霆,吴海全,邓紫棋,宋谢,阵容是非常强大的,不过如今看来大概是这对姐弟催屁更可爱了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